华联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日前来到了寿风乡 平和春发放物资给独居的长者还有弱势家庭 希望在春节前夕能够带给独居长辈们来自于社会的关怀 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每年在春节前夕都会募集来自于社会的关怀物资 发放给社区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 包括了平和村长张玉胜以及张怀文服务中心主任林品阳 也都到场之意 平和村长张玉胜表示 非常感谢长期以来在平和社区办理老人日拖战 老人关怀协会不只能够关心社区长者 也能够募集物资捐助给需要受关怀的经济边缘户 非常感谢华联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长期在平和村协助我们的地方老人设置老人日拖站 在我们武权那边设置老人日拖站 协助老人上课 以及每年的过年的时间都会来送年菜 以及红包给我们的老人 关怀我们的地方的老人 非常的感谢他们 这是边缘户独居 因为他们无法勤领低收入户 我们的老人计家庭关怀协会 非常重视这些老人 特别准备了年菜以及红包 来给他们过年这样子 而这一次老人计家庭关怀协会 是赠送了14份的红包 以及14份的物资 希望能够让独居长者 以及经济边缘户 能够感受来自于社会大众的爱心 与关怀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